I heard about you long before we met Your winsome and you're young At least that's what they said Underneath your glitter and your gold 早安 我們來到台中的淺麗芳 看一下 但是非常不幸就是親戚來報到 希望不會影響到今天潛水的拍攝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淺麗芳 裡面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好啊 因為現在是10月大概20幾號 然後10月底有萬聖節 這邊的不管是裝飾啊還是什麼的 都是跟萬聖節有關的 所以你來淺麗芳的時候 如果找不到地方拍照就來這裡拍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這個池子 其實有非常多種不同的階級 就是從一開始進去的1.3米最簡單的 然後後來到3米 7米 11米最深還有到21米 其實非常難做到這種管境 因為其實我在綠島的時候也有去做水費的潛水 那時候只有潛到大概13米左右而已 所以其實到21米應該已經是要到專業的潛水 這裡還有一個特色它是溫水 所以你其實在冬天都可以來這裡做潛水的體驗 那淺麗芳它其實有提供住宿的地方 那它就是提供我們這些從外地來潛水的人 可以晚上有一個地方可以睡覺 那像淺麗芳這邊它也是希望可以提倡環保減碳的概念 所以它這裡也不太提供 像是一次性使用的拖鞋、牙刷、牙膏等等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有來這裡住宿的話 記得要自己帶好這些東西喔 好 好 好 那我們待會兒會讓你體驗一下這個 有義氣的時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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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可能會說我是運動天才喔 我要成為一個治前的寒恩 那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是夫空間 然後這是台中的一個 算是蠻知名的景點 我其實大學是在台中讀的 我都是朝陽科技大學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充滿回憶的地方 然後夫空間呢 也新增了一個很漂亮的 網美拍照景點 應該是我估計應該是這一兩年內才新增的 至少我大學的時候來是還沒有看過這個景點 這邊呢就會比較像是戶外一點的感覺 然後剛剛那個呢 就比較像是一般的網美牆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樂樂樹屋 然後呢它是一個工藝書店 也就是呢這間店的主人 然後他把它大約有三千本的藏書 然後都放在這裡 然後分享給大家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選讀 它只收一百塊的入場費 然後它就會提供像這樣子的茶 或者是咖啡 讓大家無限量的享用 然後呢假日呢它是收兩百塊的入場費 但是它還會提供茶點 小點心量大家可以去享用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廁所 它廁所呢有四種不同的主題 像這一間呢它就是時間主題 所以你會看到它這裡有非常多的時鐘 然後它這裡呢還有二樓 二樓就是一個複合式的空間 大家下午閒著沒事的時候 或者是清晨的中間 然後呢就可以來這裡放鬆一下 甚至你要忙工作 我覺得也是非常適合的一個地方 怎麼會在這裡 來這裡 啊